持續帶也關心台灣的校園感染事件在天一庄 警管中心今天的最新資訊也證實了 台灣師範大學出現第二例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它還是有關連性的 是案例之前322號的同寢室室友 不過本身是無症狀的反應 是病症病患 在3月30號進行隔離 4月6號採檢 那麼現在成為台師大第二個確診案例 那目前警管中心也擴大採檢438人 要繼續追蹤防範疫情擴大 那麼台師大校方則是全面展開遠距教學 校長親上火線說明 這一回台師大又再次有學生感染武漢肺炎 新確診個案是案322的室友 第一時間就被帶出校外隔離 校方不敢大意 4月6號到17號全面開始遠距教學 取消面試避免疫情再擴大 因為地理學生案322在3月31號確診 到現在都還沒找到感染源 當時匡列13人 室友就是接觸者之一 3月30號開始居家隔離 4月6號採檢 4月9號確診通報 這一回室友也確診 接觸者勢必擴大 中央針對參加課堂的師生 一口氣增加匡列到448人 目前已經採檢的有24人 其中20位是陰性 三位還在檢驗中 居家隔離21位 也會針對另外三位室友進行採檢 遠距教學期間 學生不用到校 但住校的同學相對緊張 他的浴室是沒有共用的 所以相對來說是比較安全的 那我們同學一定會有疑慮 但是我自己的判斷是 應該是危險度不會太大 一回到室舍就是馬上去洗手 然後用洗手錄洗手 然後吃飯前都會用乾洗手消毒一次 對 然後外出都一定要戴著口罩 遠距教學結束後 能否如期重回校園 還得持續觀察 兩週內爆兩確診 防疫這條線就怕被攻破 中央校方從上到下 全面繃緊神經 記者黃致杰 lending 柯貝宋台北採訪報導 記者 黃志階科貝宣台北採訪報導 I know I know I know the war 啊